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 直到我们得蒙拯救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感动 我们看到自己的罪 我们看到自己将来要受第一刑法的这种处境 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你我们生命就是好像第一刑 感谢主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代使流血舍身 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其世人罪孽的 我们应做信靠主耶稣能够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 能够领受全病呼叫至高上帝 成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领受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圣灵开始在我们生命中间美好的工作 必成就到底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围着我们今天的学习 再次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间 圣灵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带着神的声明的帮助 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 荣耀你的名 感谢主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以下一期的学习 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建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 以这个导航的角度 GPS的角度来解读 这个成本启示录 这个重要性 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四讲 我们会看第21章跟22章 在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第15到20里面 我都一一的把他整个的连贯 15章到16章的连接于第14章 然后17章到18章是连接于这个第16章 然后19、20章呢 是连接于18章 一连接下来的 这是我们上次看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20章的最后一段里面呢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 提到当时约翰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已坐在上面的 然后这里说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 所以就这边提到 这个旧天旧地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在启示录的20章就给我们看到 接下来的这个白色宝座的大审判 而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 所以这些都是预言来的 启示录的预言从第1章第10节开始到 22章的第5节呢 这是整个的预言的过程中间呢 所以启示录的20章的预言 就跟他的导航的资讯 这个要先应验才会应验到21章的 所以我们看接下来21章 我先读这21章 读一遍过去 然后我们就来慢慢看 这个整个的思路 21章第1节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准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圣灵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障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子民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喜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耳梅加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 白白试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还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真的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爱偶像的 和一些说谎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事 拿着去的今晚 城门 末后去栽的去为天子中 有一位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 心腹 就是羔羊的 去 执 给 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辟喻 明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拿着今为止当者 要两那城 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 藏宽一样 天使用为止 两那城 共有四千里 藏宽都是一样 又两那城墙 按照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尺 墙是辟造的 城是晶晶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 第一根基是壁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红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玉耳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玉耳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红玛瑙 第十二是纸巾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透明的玻璃 卫健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 围成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 应有神的荣耀 又有高阳围成的等 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 以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以纳成 城门摆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终贵归以纳成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可真 以虚晃之事的 总不得进纳成 只有名字写在 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尽其 好 那我就用 今天就只有两点 看这个二十一章 就是连接 第二十章 然后二十二就连接 于第二十一 那当我们看 这个二十一章的时候 那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在 所以当我们读二十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 那这里就很清楚 这个 这个 旧天旧地 已经不存在了 那 那我们 看到的 他讲的不存在呢 是在第二十章的十一节 在那里就给我们看到的就是 约翰说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 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 天地都什么 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 所以第二十章应认之后 就成为了二十一章的背景 所以如果我们 看二十一章的时候 没有二十章的 这个第一十一节 做背景的话 我们就 天地什么时候过去 还也不在有了 这个御人 二十一章 肯定不会在 二十章之前发生的 所以 这样子的话 他的思路就是 二十章发生之后 接下去就发生在 二十一章 所以这个很明确 我最后一直要用 经文去证明 他的连贯呢 是顺着持续下去的 不能对调的 你不能先看 二十一章 先应验 你读的 这个先应验的话 那这个应验 就什么时候天地过去 你看不到 之前有讲 那什么时候 突然间 这个天地不见掉 我没有 第二十一章 音验之前 他一定会有 第二十章 先给我们一个背景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 然后接下去呢 约翰就说 我又看见 圣诚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 一被好了 就如新妇 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所以你会看到 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 是新妇 然后接下来 你再读 二节 三节 四节 五节 六节 七节 八节 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 我们看三到八节 里面就介绍 这个上帝 在一个新天 新地里面 这个 他的子民同在 他要插进 他们一切眼泪 然后接下来到 第二十一章的 第九节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 新妇出现的时候呢 这里新妇呢 讲是羔羊的七 我们都知道 羔羊 耶稣是上帝 羔羊 这个羔羊的七 就是这个 耶稣的七是谁 这是他新妇 所以这个新妇呢 就在第二节里面 就已经介绍了 介绍之后呢 他现在更详细介绍 这个新妇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吗 第二跟第九节的讯息呢 的次序呢 是不能对调的 不能来签第一个 这个第九节音乐 然后第二节才出现这样 没有的 他就开始介绍 所以这个 顺着持续下来的 是我们不能够 把它移动的 就让他就这样 一个一个走下去 就好像你读这个 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读这个 第二章的时候 你不能没有 第一章的背景 为什么这些人 突然间在那边聚集 一起祷告 然后原来在 这个 第一章 第八节 耶稣已经告诉他们 要等候圣灵 所以为什么在 二十二章有等候 出现 然后你会看到 第四章 比特勇敢的强调 讲道 你不能把它调过来 第四章 在第二章前面 然后第二 哦原来他说的 这个充满 他们浇灌之后 才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不能的 章 就是 不能这个 一章一章 掉来掉去 来做的 同样的 在这里也是一样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要强调 我整本启示录 就是那个一环一环 扣下去的 顺着那个时间表下去的 所以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看这个解读之后的 就给我这个 对整本 这个圣经的解读 特别一元的时候 我就以这个启示录 作为整个的大方向 然后我就会看 丹鱼里什么一元 还没有音乐 那丹鱼里第几章 他会摆在哪里 第几 第八章 可能就丹鱼第八章 可能就是在 启示录的第一 某某第几章 把它放在那边 这个耶利米 哪一些音乐 没有音乐 我就可以拿 耶利米的一些段 大概没有音乐 我就可以看 哦没有音乐 可能会在 启示录的十八章 那边会音乐 我就在看 以撒亚的音乐 那边讲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人的时候 我就讲 这个音乐 在启示录的 第21章 22章那里去 所以我就会 这个是好像 启示录一个大蓝图 然后就把那个 新耶的音乐 还没有音乐的 机会音乐 还没有音乐 我就把它排列在 启示录的哪一个 所以你就会看 这样的话 这个启示录 它就会更广 那就会看 哦那个 那个次序就 就是顺着这样下去 我想神的计划 都是有 都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次序 这样时间表的嘛 对不对 给我们人在地上 我们可以捉摸到 这个时间表 这样下来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 然后接下去呢 是第二 刚才看第二节 有讲到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人的时候 接下去呢 它都已经降下来了 降在哪里呢 这个遗憾就被圣灵感动 其实到了一座高山 在那里 山上 因为耶路撒人是在 这个 这个 以色列 那个地 是高地 有几个山在那里的 在高山 游神 有这样的身指示 所以他就被带到 那个高山 哦原来 第二节的那个 新耶路撒人 原来在这里 一样被带去 一带去之后呢 他就来到 第一节 就那个城 就看到这个 就开始介绍了 那个城里面 有什么东西 就开始这样 顺着持续 这个城里面 有高大的墙 有些使徒的名字 有十二个门 有使徒的名字 还有十二个支派的 这个以色列的名字 然后东南西北 都有三墙 然后这个城里面 有十二根基 那根基是写着 高阳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然后这个城有多大 有多宽 有多高 都一个一个 就把它介绍下来 这里给你看了一个图 这个 从这个往上里面 找出来 给你看 东南西北 都有三根门的 然后这里 就下来 就看见了 是这城的根基 然后这个城的长宽高 是一样的 这个白色 代表一个很荣耀的一个 新耶路撒人 所以这个赤系 一直顺着这样下来的 所以你就读的时候 他就开始介绍 这个根基 你慢慢读下去 他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四 第五 他有顺着赤系下来 所以我们 同样的 在我们的自商生活里面 如果那个赤系不重要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 放一二三四 就不用讲一二三四 就在那边随便排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是有一二三四的 我不晓得你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政府部门 他会给你一张那个 一个纸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号码 我去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五号 我就根据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 我刚刚来这个地方 我是第五个人 因为可能开始给的是 一二三四五 接下去 人家来得到六七八九 那如果没有这个需要的话 他就不用 你就根据那个一二三四五 这样走嘛 他就有那个称入秩序的 同样的 我之前都有讲了 为什么呢 七个天使都要讲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今晚都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七个印都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这样嘛 所以很明显的 顺着那个秩序下来 要我们读的话 我们就会感受到 那个秩序是根据下去的 然后讲完之后呢 讲到十二个门里面 有这个珍珠 然后每一个门 就一颗珍珠 然后就讲到城内里面 这个城呢 因为每一个 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呢 有电了 这里没有电 讲到神人 高阳根神 主全能者 是为这个 圣城的 这个殿 他就开始介绍 这个城里面的 光会有多荣耀 所以你会看到 从二十 节的第一 节开始 就马上 延界于 第二十章 接下来 二十一章的第二节 开始介绍 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介绍 这个是新福 然后接下来 就开始介绍 这个耶路撒冷里面 包含介绍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市区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 接下去 第二大点呢 我们看的时候 这里说什么 可以讲到 第二十一章的 二十四 就开始 一直讲 这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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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的城呢 接下去呢 最后一段里面 二十二章 一到五节呢 然后这叫城内 内部里面 有什么呢 之前就介绍 很多好像外在的 但来到最核心的 这个内部里面 这个整个 新耶路撒冷的 最核心的内部里面 你看到这些墙啊 就是外在的 但是在这个城里面 最核心的 这个城内里面呢 讲到有生命水 讲到是从 这个神的高的宝座 流出来 所以在这个 这个城内的 最最最最终的 内部 最重要的一部分里面呢 有这些的 和两半 有生命树 我在上一次解读的时候 生命树所指的 就是我们这些圣徒 借是二样国主 所以这个圣徒呢 在整个 新耶路撒里面 就跟这个 三路一体的上帝 宝座 做宝座的 还有羔羊的 还有这个 生命水呢 这个就是 生命水所代表的 上次我有 从这个 就是 以西结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 四十六章 那里有提到 这个 也提到这个 生命水 他所代表的 那个是圣灵来的 所以在这个 整个圣城里面的 核心里面呢 有三位一体的 上帝的 宝座 有这个 生命树 这个圣徒跟上帝 就是 在生命里面的 这个 和而为一 然后这个 生命树 还有每个 要借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之万 所以就给我们 看到整棵树呢 无论是果子 无论是这个叶子呢 都是有用途的 都是有用途 就在这个 最核心的 这个城内里面呢 就没有咒诅 然后在这里呢 最核心的 这个圣城里面呢 是羔羊 跟这个神的宝座 在这里面呢 他的仆人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所以这个是 终极的最后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跟被走救赎的人的 那个完全没有格 没有那个慢子 隔两半来做 就是好像分开 现在已经是面对面 明智在他们的儿上 在这里没有黑暗 没有灯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远 这个最美的节识 神的光辉 神的荣耀 一直照着 这个众圣徒们 因为在众圣徒们 已经在灵里面 以撒威吉 上的赫尔为一 不但得到光照 我们看到 基督做王 我们要做王 然后继续 永永远也做王 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这个是最完美的预言的 整个启示录的终点 的这个终点 所以你会看到 这样 这样下去 就是感受到 整个神的启示呢 就进入到 永永远也的状态里面 这个是神在永恒中所定的 给我们看到呢 这个属于他的人 那个前面 最美 最美 最荣耀 最神圣 的一个终极 所以给我们 这些在地上 我们能够在神的 这个国度里面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 我们就是其中一分子的时候 这是何等感恩 何等荣耀的事情 所以二章 二十二章五节 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束 完美结束之后呢 他就开始 接下去呢 我们看到 第六节开始到 二十一节里面 就是一直不断 我在之前 这个启示录 我讲最后一堂的时候 二零 两百零四 集内里的时候 做一个总结的时候 这里就是不断忽议 忽议 重复一次忽议 既然这么好 既然这么好 这一言这么好 他一直在短短的 十五节的 十五六节的经文里面 最少有十次 一直重复 这个 这些事 这些一言 遵守这一言 遵守这一言 所以 最后的总结里面呢 就是一种 给我们看到 既然神的旨意 这么荣耀 这么神圣 那我们这一些人 我们已经信的人 那些还没有信的 我们都希望他们 就是好像在其中一样子 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 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呼吁 一直在呼吁这些 已经信主的人 一定要遵守 所以我就简单把它读一次 然后再花三几分钟 做最后的这个总结 这里约翰 他说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 这就前面的这个启示录 从第一章第十节 到第二十二章的五节 这些话 就前面这一些都是 真实的是可信的 如就是众先之辈 感知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夸耀成的 是指示他的仆人 所以特别强调 这个神的灵 所做的感动 让这个使者 好像有这种 我们讲说 有这种先知的一种 特别强调 他就强调 这个先知 这种的看见 所以我们好像牧者 这样一种先知性的看见 看到这些事要发生的 那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快快 好像就让我们就在里面 就是对号路做来成就 那为什么呢 看那我必须来 樊遵守这书上 一言 这书上就这些事情 是有福的 接下去呢 我们看29节 当时约翰 夫妇要拜这个天使 但是这天使拒绝 他要强调的是 就是他跟约翰 都是做弟兄的 最重要的是 就是强调 我们这些人呢 就要遵守这书上一言 我们要敬拜上 这些一言呢 是不能封住的 那很多时候我在 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不去研究 不去读 就是封住 就好像把它封住一样 启示录是要我们 去好好的去读 一直要鼓励 你的牧师如果 他还没有去研究的话 一定要鼓励他 因为如果他没有 好看的话 他不知道 节赛里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能够 大概大概知道的 不能够大概大概的 没有大概大概那一种的 我们就是要很准确 就是很知道 这些要发生 然后现在未筹谋 要怎么样做好 这个准备 如果我们还没有开 那个 我们的导航 那个开始点 跟那个终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过程中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启程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好准备 我们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这个行程 我们大概用多少钱 大概要5000块美金 那你知道 真的要有5000块美金 在你手上 这个行程里面 会碰到什么艰难 你就开始做好准备 到每个阶段 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做好准备 现在开始未筹谋 做做做 不要等到发生事 才来乱讲 说讲讲讲 你开始 现在开始做的时候 你到时候就不会乱讲 这个是符合前面 第一章第三节里面 一开头就讲到 其实念这书上 议员今天要遵守的 因为日起进了 这个都还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要遵守 他就先叫你遵守 启示录有点像 你还没有进入里面 要做 通常我们都 塞一些什么contract 我们都是先读完之后 才下面你同意 对不对 现在呢 约翰 你还没有先读之前 他叫你先同意 你要遵守这一元 他是第一 他不是这个第一章第三节 不是放到最后 他是在这里 你读第一节第二节 你读到第三节 什么东西 什么预言 你说没有啊 全面都是讲 耶稣差点他的死者 就告诉他 告诉什么东西 都没有看到东西 要遵守 好像你在第一章第三节 要你牵制 先牵制 才看的那种 所以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读启示录 你为了要遵守启示录 而研究启示录 他不是拿来 只是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上帝很明确的 给我指示 说你要用灵修士的方式 来读启示录 因为我过去都是用 学术的角度去 好像去来神学院听课 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 不要用学术的角度去 去来明白这是什么 怎么解释这些这样 但是神不允许我这样做 他说你要用灵修士 灵修士 所以我就从一开始 2019年1月份开始读的时候 我就花时间 读很多次重复又重复 然后就去默想 这些经文 然后把我领受的 把它写下来 所以看到第一章第三节 很配合 第22章6到21节里面的一个思路 这个总结 所以11到15节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如果是这些原因的时候 这些不义的就是不义了的 误会就是误会的 唯一的就是已经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时间已经 机会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就是定案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里 依然这个耶稣在呼吁 我们要要要要按照 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要好好的去做 免得将来在神 耶稣的台前的时候 受审判的时候 我们所行的 我们所做的 主要接受耶稣的审判 然后接下去就谈到 这个耶稣本身的 这个永恒的这个属性等等 最后呢 16节到21节里面 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就做了美好的 做了结论 在这里呢 就耶稣亲自 好像要让读的 这些的每一个人呢 要清楚知道 这是耶稣基督 特别是对众教会 众教会是谁呢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 传道的 我耶稣 我耶稣 他要这样的 我 我现在讲 我 拆迁我的师 他讲 我耶稣 我耶稣 就是我了 不是别人了 拆迁我的师 为众教会 所有的教会 每一个地上的 这个地方性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 我要什么呢 耶稣要证明这些事 然后他是大卫的根 然后又是你的心神 然后这里 接下去 圣明 信父都说 听见的人 也该说 口课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损合 所以到终结的时候呢 圣灵跟心 心父就是教会 一起 做最后的呼应 然后这里就很清楚 十八节 这一段经文里面 里面所讲的 里面所做的 我们必须要去遵守 不能减少 不能增加 接下去呢 耶稣说 证明这事的时候 我必快来 阿妹 主耶稣说 我愿意来 所以是一个 在我上次已经有讲过了 就是这个最后的呼应的时候 一共三次提到 耶稣本身三次提到 我必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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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说 最后的时候准备的 我愿意 我们再看 这里最后一节 愿主耶稣的恩惠 参与众圣徒同胜 阿妹 最后 所以整个 这个启示录的 一个是一个一连贯的 是连贯性的 就是一个一个接下起 可说就是 就是真的是一个导航 我是这个整个导航的思路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危险 哪一些事情要发生 我们现在怎么样 做好准备 这一些的 面对这些的艰难 有逼迫 有可能要被抓 被杀 有试探 魔鬼可能用一些方式 迷惑我们 就像我们看 这十三章的时候 要做买卖 你要有一个印 很多引诱 如果我们看不到 这些的引诱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 陷入他的网络里面 但是这些都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要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 耶稣已经 the last enemy 在耶稣的眼中 已经完全得失 因为他讲last 很多enemy 很多enemy 但是the last enemy death has been conquered 所以在耶稣的角度里面 他还是没有enemy了 因为从不被击败了 所以现在耶稣给教会的一个应许 他已经胜了 教会也是得胜的 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 是没有失败的 是得胜的 不会失败的 这是肯定的得胜 last enemy 都已经defeated 你叫什么叫last 英文就是last 没有啦 the last one defeated there's no more 所以在永恒的过去里面 都已经成就了 所以我们正在 进行着永恒的现在跟未来 我们就是用这种mentality 我们的mind 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不会做错 上帝是不会做错事的 这样的一个mentality 永往前行 所以感谢主 所以你看到我 这个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一个上帝是绝对得胜的 那我的生命是要把他的得胜 彰显出来的 所以任何的艰难呢 我们不会怕艰难呢 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我们有什么 有圣灵的力量 有神话语的力量 有祷告的力量 有耶稣的爱的力量 我们有这些这么完美 这么有能力的这些的支援呢 我们怎么会输呢 对不对 感谢主 所以整个启示录呢 是给我们现在 就是现在 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朝向 耶稣要从天降临的日子 感谢主 好 我先做一个接受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荣耀归给你 透过这几堂 把启示录 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里面 再次用很多经文 连贯串起来的经文 让牧者弟兄姐妹看见 这个启示录 是根据你自己 让我们要解读的 就是用导航来解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每一个时代 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们就在发生之前 先做好防范 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 当我们有这样的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在面对任何困难 我们不会被困难 感到这种的惊讶 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意料到的 因为启示录 给我们这样的导航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归归归主 师父我们每一位 在线上聆听的 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 也之后有些人 会透过YouTube 在听的 我们求圣灵 来引导 祝福他们 他们听的时候 有更多更多的学习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归归归主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